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阿力加米货币 咱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点就是比特币在本轮牛市 我认为的最高点会在什么点位 以及在什么时间出现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比一下 Selona目前的情况 以及跟美股的特斯拉做一个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是到底Selona是适合目前的投资 还是说特斯拉适合目前的投资 好那第三点就是重点了 就是本期视频的一个重点 我们讲一下美国大选币 拜登币 最近的一段时间的一些超级大的一个利好 然后咱们进行一个分析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 我还会送出来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福利 那欢迎所有的朋友都看到最后 那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的做一个免责声明 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千万不要轻易把你的钱的投资到加密货币市场里面来 因为这个市场风险非常大 你有可能失掉所有的本金 那如果说你想要加会员群的话 那本期视频的结尾将会送出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福利 如果说你想通过正常的途径加会员群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电报群 那在电报群里面找到群主啊 也就是我本人来办理入群的一个手续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正题开始之前呢 我想要跟大家抛出来两个问题啊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对目前的你的生活的现状呢 满意吗 那如果说不满意的话 你为了改变你目前的这个生活的现状 你做了哪些或者正在做哪些的努力 那么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 好 那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目前比特币的一个情况啊 那目前比特币的点位呢 是70773 那今天是6月6号啊 那现在的时间是美国西部时间6点22分 好 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这个走势 那咱们在这个利哥区块链日报这个频道呢 每天都在分析比特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走势啊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用的时间太多 那但是呢 即便是这样子 咱们这个分析呢 还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啊 那咱们说到 之前说到会踩回踩一下这条线 那目前来看呢 确确实实是有一个回踩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过不了多久啊 那有可能会在本周末 或者是在下周初的时候 就会突破上面的这个高点 那我们看一下 从现在的点位到上面的这个高点呢 只有3.9% 也就是2700 82点呢 很有可能的 在一天之内 它就突破了 那如果说资金量特别充足的话 或者是又有什么宏观环境的这种 利好的刺激的情况之下 那这些资金呢 就会疯狂的放牧进去 把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抬向历史的新高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本期的这个视频 第一个要点 就是比特币 本轮牛市将会涨到什么时候呢 那我针对这个问题呢 特尤其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周线图 我做了这个飞波那契 那咱们是从本轮牛市的 最开始的这个起点到 这个刚刚啊 就是上个月 三月份创造的一个新的一个高点 拉一个做一个飞波那契回撤的话 那我们看到上方1.618的点位呢 是109704 那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 1.618倍嘛 黄金分割点 那这是109000 也就是将近11万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这样子测算的话 它不是特别的准确 那有可能峰值的时候会超过很多 有可能会到15万 那我认为啊 本轮牛市最高点 应该会落在12到15万之间 那有可能会到15万 那什么时候呢 我个人观点啊 是认为是在 今年的这个2024年大选的前后 也就是在11月份 或者是这个12月初啊 或者是11月底 有可能会在这两个时间点出现 那这都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分析啊 那我们说一下为什么 简单的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大选期间呢 那在执政的这个拜登的这个团队呢 会疯狂的去想办法 去稳住当前的这个局面 让更多的这种基本盘 让更多的人去支持它 然后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 间接的放水的这种政策出来 那我们反观以往的竞选的时候的 那美国的总统都会做一些 类似的这些这个政策出来 然后来刺激这个经济 稳住经济 让经济呢 不是那么难看 数据呢 都做的特别漂亮 尤其是这个股市啊 那股市其实这个钱多了之后呢 自然会流到币圈 流到币圈之后 比特币的价格呢 自然会涨上去 那如果说这个大选呢 尘埃落定了 最后呢 不管是谁赢了 那这个政策呢 肯定会嘎嚷而止 所以说 我认为在本轮大选的 最后的关头的时候 那可能比特币会疯狂的 往上拉盘 那拉完盘之后呢 可能就会 就是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它会再一次来 那2025年 有可能再来一次 这个第二个头部 那但是呢 我觉得呢 在11月底 11月份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的时候 就要去卖掉了 OK好 那这是关于 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那我总结一下呢 我认为大选期间啊 大选期间会创一个 新的高点 那大概呢 是在12万左右 好 那在大选期间呢 也是跟我们这个 本次视频的第三部分 有一个相关的话题了 就是大选的命币啊 就是咱们频道里面 经常跟大家推荐的 这三个命币 那在这里说一下 有一些改变 那之前的这个 川普24呢 咱们划掉了 那换成了一个川普啊 那如果说有朋友 没有关注我的这个 推特的话 你一定要关注我的 这个推特啊 那这个名字呢 是跟我的频道名字 是一样子的 大家一定要从我的 这个视频下方 去找到这个链接 去订阅一下 因为每一次重大的 这种改变的话 我都会在推特上 及时的跟大家去反馈 那等一下我们会 再详细的讲到 这三个币啊 那我们先进行 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 斯隆娜以及这个 Tesla我们做一个对比啊 那我刚刚 搜了一下 因为我很少去讲美股啊 那我们做 跟这个 Selona和这个 Tesla我们做一个对比啊 那我们看到 特斯拉呢 目前的总的这个 这个股数呢 是31.89亿股 然后 Selona呢 是多少呢 它目前的总的 这个供应量呢 是5.7亿 然后目前的流通量呢 是4.6亿 那Selona目前的市值呢 是782亿美元 然后特斯拉 我们看到目前的 总的市值呢 是5675亿美元啊 那这两个 为什么要做 来给他们做对比呢 我们看到 特斯拉目前的价格呢 是177美元 然后Selona当前的价格呢 是169.84 那这个 做这个对比呢 其实也是跟我个人的 这个投资有关系啊 那我是在两个礼拜之前 我订了一个 特斯拉的这个Model Y啊 那我开了这两个礼拜 我说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因为这个是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开特斯拉 非常的激动 然后呢 我还是加了这个FSD 自动驾驶的 这个项目在里面啊 那目前是降价了 是8000美元 那之前好像有的人 买的是12000 那这个我驾驶下来的 一个感受 总体来讲呢 是非常非常的震惊 那我认为 特斯拉这个车企呢 是走在了 远远的走在了 其他的车企的前面 可能要领先10年以上啊 我不敢说领先多少 它至少要领先个10年 因为我从开油车 开这个普通的 有一些这个道路保持啊 自动巡航定位啊 这些功能到 真正的自动驾驶 那我觉得是非常的震惊 但是呢 我认为FSD呢 还不是特别的完美啊 有一些小的毛病 那举个例子来说啊 它经常会在高速上开着开着 它突然就罢工了 然后就是响两下 然后就不开了 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危险啊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真的睡着了的话 那后面的车 可能会撞上去追尾 那这是一个方面 那第二个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排队 在一个stop sign的地方 排队右转 或者是左转的时候 那很多人车都在那排队 但是特斯拉 它直接就开过去了 你要是使用自动驾驶的话 它不排队 它可能会到 跑到最前面去插队 所以说之前我 所以之前我碰到这种 开特斯拉的车 我经常骂他们傻 但是呢 自从自己开了之后呢 我开始理解这个现象了 那这是我开特斯拉 这两个礼拜以来的一个感受 那么开完特斯拉之后 我觉得我决定呢 要将一部分的这个投资的 这个份额呢 转到特斯拉的股票上来 但是呢 最近我又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 因为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 SALONA链上的一些数据啊 那这是这个 The Block的这个数据啊 那我们看到 特斯拉每天的转账啊 这是七天的这个MA 那每天的转账在三千啊 在三千两百三十四啊 这应该是 我看一下 这应该是美元啊 这应该是美 还是这个 转账的次数啊 三千多万次 然后呢 他这个链上的 每天的这个活跃的地址呢 是一百七十多万 然后呢 他这个每个月啊 我们看在上个月 五月份又创了一个新高 那五月份的这个 活跃的地址呢 是四千一百六十五万 然后我们看到新的 新增的这个地址啊 那三月二十一号 达到了一个顶峰 那这是 他是当天新增了一百二十五万 然后呢 目前每天都在增长 在八九十万左右啊 这个数据呢 还是在持续的网上的增长 那从种种的这个数据 那包括我们现在 在操作的这些 斯隆纳链上的一些 迷迷币啊 土口币啊 那我认为这个斯隆纳 当前的这个趋势 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得也来结合一下 这个斯隆纳的一个 走势 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那斯隆纳目前来看 是很快就要逼近 2021年创造的 那个历史的高点了呢 我们量一下呢 它大概还要再涨 百分之五十三 会达到 2021年创造的 那个高点 但是呢 我认为啊 本轮牛市 斯隆纳 有可能会到 五百美元 到八百美元之间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观点 那我在会员群 有一些update 有些更新 那这个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会员去了解一下 然后呢 这个斯隆纳呢 呃 我们为什么 我们刚才也说了 要跟这个特斯拉做对比 那我本人本来是预备了一部分的资金 去投资特斯拉的股票 但是呢 后来我就是仔细的 又详细的去思考了一下 那第一呢 就是我操作美股呢 不是特别的专业 那第二呢 斯隆纳的趋势非常好 而且我们处在牛市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 那斯隆纳目前来看 它的增长的一个速度 都是超过了以太坊 链上活跃的程度也好 然后转账手续费 然后它的转账的速度 都是遥遥领先于以太坊 所以说在斯隆纳链上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 Meme的土狗 造负效应非常的强大 所以说我认为 我应该把那一部分钱呢 重新去补仓啊 补仓了这个斯隆纳 那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看到啊 如果说啊 如果说 那这个斯隆纳呢 在本轮牛市能够赶上特斯拉的一个市值 也就是说 从目前的780亿美元增长到 5675亿美元 那需要增长大概7倍 然后如果说啊 如果说它真的能赶上特斯拉的这个市值的话 那它的每一枚的代币的价格呢 将会达到多少呢 我刚才算了一下 大概达到1200 1200美元附近 那涨7倍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速度啊 那可能会在短短的半年到一年之间就实现了 那特斯拉这个股票当然很好啊 我刚才也讲了 特斯拉的这个车呢 是领先其他的车 至少10年以上 那么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呢 也是非常非常牛逼 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 但是呢 我认为特斯拉的跟斯隆纳目前的这个情况做对比的话 那我还是要选择斯隆纳 OK 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斯隆纳和这个特斯拉一个对比的一个情况啊 那总结一下重点 那我认为斯隆纳本轮牛逝至少要到500美元 那如果说到500美元 那我也是翻了三倍左右了 那这个收益率呢 还是蛮高的 那相对比 我觉得特斯拉在半年到一年之内 它不可能 不太可能啊 也有可能出现非常极端的情况 那特斯拉也会翻三倍 但是呢 我觉得斯隆纳的概率的会更大一点 确定性更强一点 那这就是我今年投资的一个 一个这个slogan啊 就是确定性 然后重仓 那么你才能报复 这就是今天第二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分享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呢 也就是大选币的一些内容了啊 那刚刚稍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这个我们再重新再开始啊 那今天这个拜登币啊 那如果说你看我的这个推特的话 那今天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大事情 那首先第一件大事呢 我们看一下他上了这个什么呢 他上了这个CMC啊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CMC上已经能看到 拜登币了 然后呢 这个上面讲的非常清楚 那目前拜登币在这个CMC上的总的市值排名呢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三千五百名左右啊 三千五百名左右 那这是第一件大事 那第二件大事呢 发生的就是什么呢 这也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推特发出来的啊 不是我发的 OK好 那这是什么呢 OKX listing application form 什么呢 他们提交了去上欧益的一个表格 然后呢 那目前呢 是要再去等待这个OKX的一个消息 那其他的交易所呢 也在上啊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来搜索一下 你如果说你用这个CMC比较多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怎么去搜索这个这个币啊 那我们把这个拜登这个币的名字输进去啊 那你就会看到啊 这个多数了 OK我们就看到啊 那目前这个排名第二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操作的这个币啊 叫Joe Biden 2024 然后他的简称呢 是BIDEN 目前的排名是三千五百一十六啊 三千五百一十六 好 那我们来把它放到中间 我们看一下 那目前啊 看他的Market 他逐渐的会有一些这些 这是中心化的交易所 然后Jupiter这是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然后这个Exchange呢 这也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啊 那我们往后面翻 他目前的一直在不断的去增加这种 中心化的交易所也好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也好 那总体来讲 这个交易深度呢 以及这个池子呢 都会在增加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BID价格呢 也稳住了啊 那即便是有一些人在砸盘 有些前期的这个大户在砸盘 那目前的情况呢 也是稳住了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链上的一个数据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的池子啊 池子里面大概现在有三到四个池子啊 他现在显示出来一个 这显示出来一个 好那我们这个看一下他的Distribution 也就是他的这个持股的分配 分配比例啊 非常非常的均匀 那排名第一的是这个池子 然后池仓最大的呢 是2%啊 然后这可能刚刚这个2%的人有 有一部分这个筹码砸到了市场上来了 那目前呢 如果说你手里面资金宽育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少量配置一下 那我不建议大家去缩哈这三个大选的密币啊 那我给出来的这个持仓的配比呢 是这三个总体的持仓呢 要小于你总仓位的10% 然后呢 这10%的资金呢 你的配比呢 是4比4比2 川普要持有最少 那为什么呢 我之前也讲过了 因为川普的赢率是最大 赔率最小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他的持仓放到最小 然后这两个的赔率最大 然后根据这个博彩的这种 如果说你特别懂一点 如果说你懂一点这个博彩的知识的话 那就是赔率大的 我要重仓一点 而且目前距离大选还有4个多月 将近5个月的时间 那怎么着 我们都能赶上一波 狂猛的这个暴涨 一个行情出现啊 那目前这个拜登币 目前它的总的市值呢 是250万美元 那如果说这个欧易这边有消息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 那再去上瘾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涨幅的远远 远远不止这个1万倍啊 有可能直接就奔到10亿美元去了 那这个拜登币涨到1美元呢 我觉得都不是梦啊 那之前咱们讲这个狗狗币1美元 那有可能拜登币会提前狗狗币达到1美元 因为这个狗狗币如果说达到1美元的话 应该是在2025年的时间 那拜登币有可能是在2024年11月份 它就达到1美元 那这是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情啊 我也刚刚也提示了 就是总的仓位配置 不要超过你总仓位的10% 然后这三个呢 是4比4比2 OK好 那大家不要觉得拜登币涨得好直买 拜登币呢 这两个呢 也要去配置一点啊 那后面呢 肯定都会跟着去暴涨啊 都就是大选期间这三个候选人呢 尤其是肯尼迪啊 肯尼迪会持续的多次曝光 然后上电视 然后呢 抢头条 抢流量 然后呢 他的爆发的潜力呢 我觉得也是蛮大的啊 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回答一下刚刚抛出来的一个问题啊 你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吗 那首先我 对于我目前的这个生活的不满意啊 那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目前呢 是非常的努力 在两个频道呢 同时耕耘 同时在更新视频 那么我在推特上面 也是每天在不停的写啊写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对目前的生活现状不满意 然后呢 我再做什么呢 我在深耕这个区块链这个领域 加密货币这个领域 那么我不仅呢 是要帮着会员的去赚钱呢 我自己呢 也要去赚到钱 那我每天在这个上面的时间呢 都要超过六个小时 所以说我每天 除了自己的这个本质的工作之外 那我还要去阅读 然后呢 我还要去看很多很多的资讯 分析很多很多的数据 那这是我目前所做的一个努力 那么所有的努力呢 我认为都不会白费 那么今年呢 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立歌的出现啊 那之前咱们 不管你怎么说 我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也说过了 咱们后面还是要一起再做一个交易所出来 那你听到之后 你不管你觉得是吹牛也好 或者是怎么着也好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会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的往下走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问一下你自己 你对你的生活满意吗 那你所做过的 或者是正在努力的改变你的生活的一些做法 或者正在做的 或者已经做的 是哪些 你问信啊 你自己 你不需要给我答案 那这个呢 就是我先抛出来 抛砖引玉 我先说出来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不满意 那么我在努力 那你在做什么 那如果说你也买了拜登币 川普币 RFK币 那我每天都在疯狂的在社区里面去CX 在这个在频道里面去CX 那么你为你所买的币做了些什么 请让我看见你的努力 OK 那么在节目正式结束之前呢 刚刚说了有一个福利 那到底是什么福利呢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我做会员服务以来的最大幅度的一个福利了 也就是半价入会员 会员群 那之前我这个会员群的价格呢 是1000U 那很多朋友都知道 都了解过 那目前呢是半价 500U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持仓的拜登的币的这个数量呢 要达到100万枚 那你达到100万枚呢 我要看到你的截图 我要看到你的地址 去验证你的地址的持仓 去验证你的这个资金的总数 然后呢 就可以转账500美元 进这个会员群了 那进这个会员群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第一时间呢 如果说这个项目方也好 或者市区也好 有什么重大的这种变化的情况 有重大的利好 甚至说 后面有什么利空出现的时候 那会员群会在第一时间接到这个信号 然后呢 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操作 那目前 如果说你买这个100万枚的拜登币的话呢 目前 按照目前的价格呢 是2500多U 2585U 那希望呢 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那之前 想加利哥会员群 忧郁的 那你可以去买一些拜登币 然后呢 截图发给我 咱们就可以转账进会员群了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所有朋友的陪伴 那如果说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要点赞 转发 评论这个视频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